十三 我懒得跟你废话 拿不出五十万彩礼 就别想娶我女儿 凭我女儿的颜值和工作 追她的人都能绕下市一圈了 阿姨 这没问题啊 我妈给我五十万买房子的钱 我不买了 都给你了 这还差不多 彩礼的事情就这样定了 今天钱必须转过来 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还有 听说你想买车 还买啥车呀 车不买了 钱我都孝敬你了 算你实效 结婚后 工资卡必须交给我 你需要花钱的时候 我会给你的 还有 我儿子结婚的彩礼钱 房子 车都给你出支到吗 一千年了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贪婪啊 你说什么 什么一千年 你特么的卖女儿呢 如果你这女儿卖的有点便宜啊 喂 你妈五十万就把你卖了 你没意见吗 千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丁磊 你们公司的大客户 昨天你们才勾搭上 今天他约你见面 我跟你妈聊天的这段时间中 他先后给你发了三个红包 五百二十 一千三百一十四 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五点二零 他还寻弄你 如果今晚你能让他开心 他就给你五十二万一千三百一十四的大红包 不错呀 你的身价挺高啊 千十三 你 别急着否认 你不就是想要替你那个混蛋弟弟还网贷吗 你既然给我戴帽子 明明六十多万一晚上 你妈居然五十万就把你卖了 你说是不是亏了 他怎么知道的 还有弟弟欠网贷的事情 他又是从哪里知道的 要不是跟你相处了三年 老子现在就把你打个半生不遂 还想拼我的钱 滚带 你个小畜生 十三 你敢打我妈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清醒得很 否则 我不就被你这个伏地魔给骗了吗 你和你妈昨天不是商量好了吗 如果我不答应 你就用分手威胁我 怎么回事 他怎么知道 我昨晚跟我妈妈的对话 今天的十三有点反常 现在是五点三十五分 再过五分钟 你的金主就会敲门 要带你去吃法国大餐 很惊讶 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对吧 呵呵 你惊讶的地方还多着呢 你是雷哥吧 我姐在屋里等你呢 蠢货 就这智商 也想给我戴帽子 你是十三 你居然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特目的管你是谁 先打了再说 十三 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哼 你爸 那也要你爸找得到我再说 听说 你有一个未婚妻很漂亮 有什么处言人 今晚他会去酒吧 给闺蜜接风 我今晚就让你尝一尝 被人戴帽子的滋味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今天这一幕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了 并不是我提前只能去亲 而是我被困在这一天已经一千年了 没错 就是一千年 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 这一千年我想过 无数办法 死亡 逃离 可每天早上起来 一切成就 我了解无数人的过去 我也了解无数人的性格 可以说 任何人在我面前 毫无秘密可言 所以说 你已经在这一天轮回一千年了 而你跟我见面已经三十万次 对 今天刚好一千年长 你最追你孩子的手段这么低级的吗 变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 不过故事倒是蛮有趣的 我说的是真的 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就不怕我说出去 怕什么 只要我明天醒来 一切都会重置 不对 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把我再次醒来 我们就是陌生人 无聊 我才不会信你呢 不用看了 现在是八点十二分 再过九分钟 你的闺蜜就会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她有事情来不了了 喂 同样的手法 总是重复就没意思了 对了 你刚刚说 这个城市的所有女孩子 你都碰过 那你碰过我吗 没有 我不喜欢干爸爸的女孩子 你 燕燃啊 我刚刚遇到点事情 我就不过去陪你了 你们是提前约定好了吧 逗我完呢 还千年轮回 骗小孩呢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顾家同的老爸 在外面有人了 他和他妈去抓人呢 这种事情 他会告诉别人吗 那你是如何知道的 都告诉你了 这一天 我过了一千年了 够了 美女 我们南哥在那边 他想跟你喝一杯 嗯 南熊 你应该叫狗熊才对 派这种窝囊飞过来 丢人心眼吗 南熊 下是三熊之一 甲午爷的手下 十三居然敢得罪他 小子 你跟谁混的 敢这么跟我说话 跟谁混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刚刚勾搭了 铁猴子的女人 现在还敢来 铁猴子的地盘 你是想挑起 甲午爷和铁猴子的矛盾吗 你 你到底是谁 来人 给我拿下他 南熊被废了 回去告诉甲午爷 南熊坏了规矩 这只是一个教训 铁人 咱们走 小子 是你在我厂子闹事 秦姐让我告诉你 下事要稳定 如果你不想坐这的位置 有的是人想坐 你TM的跟谁说话呢 闭嘴 秦姐的意思 我明白了 这是你的车 为何 为何会这么熟悉 对吧 冰雷的 我刚刚打了他 瞧他的车 怎么样 要不要送你一程 呵呵 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 去哪 你的家